一定八十斤吧 您是从哪来啊 我是河北滩山 哎呦那这八十斤可是怎么运过来的 你自己开车过来的 那么这件宝贝可能看起来像个龙的样子是吗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五千年一千的这个这个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 玉龙 玉龙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 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理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 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 26682135 好那今天呢 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替您的朋友达成所愿 那谢谢 来 您看这个是什么 我看它是秀玉 不是秀玉 秀玉透的 它不透啊 这是和田清玉 单文化 它只等于用当地所产的蛇文玉 或者说秀玉之类的 不可能千里迢迢到新疆去 开出来的这个玉 用过来做 是吧 那么我们再看 它的功如何 那么它这个线条呢 这个孔呢 应该说带有机器架工的痕迹 那么五六千年前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再看它的这个秀啊 内蒙辽宁那边 气候干燥 很寒冷 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秀玉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工艺品 你过来我看看 好像是一捆电线一样 当成你是电缆工的 所以就准备了